HELLO 我們是JUMA 我們今天有新成員 HELLO 說笑而已 今天的超級星級美女嘉賓 這個名字好像沒有 你應該是我們的星級超美女 行了行了行了 你應該是我們的星級超帥仔 就來放榜了 所以我們今次邀請到Jace 跟我們一起拍DSD大學冷知識問答大賽 哇!好害怕啊 你已經脫離了DSD很久了 其實我是沒有考過DSD的 大家看到今天的設定就知道是分組比賽 這次問答比賽就分了兩個隊長 Tim和Anthony是隊長 NO! 你做甚麼? 蛤?! 你不想做隊長嗎? 因為我喜歡帥仔 啊! 幕後記得要再放到Jace的樣子 好笑 因為我喜歡帥仔 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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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這個是分組比賽 所以兩位隊長可以猜拔剪拔 選隊員 OK 好 爆剪拔 爆剪拔 你心靈流差 Anthony先選 你選我 我選Jace的 哇! 首先剛才開攝錄之前 Jace就說自己沒有甚麼知識 但是很有知識 哇! 哇! 他平時不是這樣的 最好對我們說這些 他今天上電了 一有女嘉賓就馬上上了 厲害了 我馬上想 啊! 直接選! 你看到你就想到這件事 OK! OK! Tim你選九項 我選十兵 耶! 會不會是怎樣解的 因為 你不是說一些創意的答案 好像Anthony那樣 錯了 我們在十兵打眼鏡 學律師聰明一點 噢! 哈哈哈哈 到我選了 很難選 哈哈哈哈 你放假 我很聰明 我選Yuna 為甚麼呀? 因為 回來常常輸的 哈哈哈哈 要告訴你Jace的 Yuna 你也有知識的 我們這個就是知識狀 即是我們要選回來 為甚麼你選回來 我們是Explorer 聖書 知識分子 A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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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次問答比賽是有必答題和搶答題 Oh No B答題就是每組有8條問題 B答題先 B答題先 知識分子組開始答 好害怕 好 第一題很簡單 2024年DSE大約有多少人報考呢 A 30萬 B 40萬 C 50萬 D 60萬 應該就不是D了 等一下 我們應該要2024年減17 17是甚麼 17是我們考DSE的時候我們17歲 我們2024年減17的話 我們就知道那年是多少年 2003年肯定是少一點人考的 很複雜 所以我們未明白 現在問2024年有多少人 對 有甚麼關係 你選錯人 他是有創意的 我記得上年好像是5萬名 上年是5萬名 對 所以一是B就C 通常那些MC 我不會答的時候 我都會去C 就C吧 我們的答案是 C 好答案是 對的 好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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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2024年DSE總共有50803個人考 所以大約有50,000人 下一題是Explorer組的問題 Protect 3 謝謝 剛才說5萬多人裡面 大約有多少%是自修身呢 A 7% B 15% C 20% B 24% 我們要計算 5萬乘以24% 我們計算一下 5萬乘以24% 我覺得是B 不會有20多%人 即是4萬人自修 對 不會有那麼多人 只有24人 很奇怪 還有最近入大學 好像是容易了 所以電上自修的人 應該沒有那麼多 我有邏輯 我想到邏輯是B 7500人自修是合不合理 和你們計算出生年份一樣 2000年 我們一人是一個 我們都覺得是Boy 我也覺得是 我的答案是 Boy 答案是 對 推理能力很好 我可以做偵探 謝謝 說回數據 5萬多個考生 裏面有7000多人是自修身 所以大約15% 下一題就是知識分子組的問題 哪一年的DSE是最少人考的呢 A.2012年 B.2020年 C.2022年 D.2024年 因為我聽說是由2012年那些年代 是說11、23萬 我覺得現在是最少的 我都覺得是有8萬 然後他拿著2020-17 就會知道那年有多少人出生 是2003年 你的答案是什麼 是D 究竟應該是信你的感覺 還是信他的邏輯呢 你沒那麼多知 其實我覺得是2009標 你們這麼有知識 我相信你們 試試他吧 好,2020吧 答案是什麼呢? 不是的 等一下,我們先看看 因為2023年 你不要考慮一下 我三年 我出生率低 但是是2023年才發生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可能是有機會是2022年 後兩年 你的答案都適合我 但我記得2022年好像是5萬8 你還記得數字嗎? 好,選擇了 好,來 答案是 是 好 你們寫了D 答案是 錯的 答案是C MC是 對,先選擇 在2022年 只有49840人 報名 不是單位 是 Explorer 第一屆DSE 13年是第二屆 我也不是,12年第一屆 我不是第二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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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經病 你五年了 什麼? 什麼? 五年? 怎麼會 你真的會 什麼? 第一屆應該不會出得最難 第一屆不是,一定是 對 我們就先幫我 我們答案是 解開 答案是 對 2013年是多年DSE中最多考生的一屆 總共有81,345年考生 因為第一屆DSE好多人都爭取 所以很多人改佈第二屆DSE 真的嗎? 這個原因 人們還未考試DSE 想看他的題目是怎樣 寧願在第二屆上學 A是77% D是65% C是54% D是46% 我剛才說八萬 記不記得八萬一多 我還想著計數 因為他入學 我沒有想著計數 我沒有想著計數 一定不是77 先淘汰 對 又見你了 我覺得是C 剛才你答了B 你答什麼? 你們不想 我覺得B 我樂觀一點點 好,B 最後答案 B 答案是 C B答案是 你們是錯的 其實都是B和C之針 譬如我們有時候太樂觀了 2013年考到3322或以上的人 只有54.5%的人入到大學 說得很辛苦 考到3322 有些人都留了一年力 結果是最難爭 對 只有一半人做到 到Explorer成三組 2024年DSE有一個新科目 就叫做公民科 公民科的全名是什麼呢? A公民教育科 B公民與社會發展科 C公共國民教育科 D公民科 C公共國民教育科 我覺得C還是D 我覺得D是有劍 D 不要告訴別人 公民科這麼簡單嗎? 我們每人投票 我們很Caseful 3、1 C 我選C吧 我選C吧 答案是 C公共國民教育科 答案是 錯的 答案是 B公民與社會發展科 知識分子組的 2024年DSE最多學校考生報考的選修科是什麼呢? A 法學 B 生物 C 經濟 D 歷史 我覺得是經濟A是歷史 理科應該是辯科的 歷史應該不會 對不起 那Econ呢 我覺得DSE來說 開始會比較多 Econ容易考的 對 我所知是會CAM多於Bio 好 那今天的感覺 CAM 你們最後的答案是 A 答案是 錯的 答案是 生物科 2024年 總共有13,645個人 報有生物科 CAM 而CAM和經濟只有1.2萬人報 下一條問題就是 2024年哪一科最少人考慮 不知道 我猜音樂科 A 音樂 B 中史 C 資訊及通訊科技 D 視覺藝術 我覺得是音樂 我覺得是音樂 我覺得音樂 VA好像多 學校有得選 不是的 你知道音樂是會群組出來的 應該是很少人讀的意思 你三個 隔壁 他們每一班有成30人 一兩月表現越黑 越多 越多 我以前有讀音樂 果尿全球 一為一個英文考場 我們的答案是 A 答案是 對 2024年考音樂科的人 只有161個人 不要緊 這條超級簡單搶風題 DSE的全名是什麼 寫出來 HONG KONG Education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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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3 Hong Kong Informer of Secondary Education Examination 他那個假動作在這裡 答案是對的 他們傳完DSE傳名 考完DSE要做些什麼? 就是報JOOPAS 請問你們傳一傳JOOPAS的傳名是什麼? 我知道 我知道 這個很厲害 先縮手 好像是這樣的 好像大家考試很厲害 對 差一個P 等等 聯校的蘇生系統 Public Public 我不知道 我們的答案是 Join University Public Admission System 答案是 錯的 真的錯過P字 P是Programs 哎呀 I'm so sad 我不是選擇是你的 因為很簡單 香港八大裡面 哪間大學男生學生比例是最高的 大約多少%是男生呢? 你還知道的 你說什麼? 高達 什麼高達 高達 高達 7比3 是要好準確的 71、72 上下3%也算是對的 7至8成是男性 你覺得69還是76的機會比較大嗎? 72吧 就說吧 我們的答案是 USD 72左右 答案USD是對的 而72%是 Cat的 很大 根據2022年到2023年的調查 USD的男生是大約62% 其實已經有很多了 近乎2比1 兩個男生都一個女生 問完男生了 到底八大裡面哪間大學是最多女生學生的呢? VU還是ADU 我想她是POLI POLI也有一個設計 POLI設計很小科而已 對 肯定 你有沒有看到男生? 我教大也是 你都在想 小的 VU也有很多 ADU全部都是 教育科 有教科的女生 那怎樣算 那就ADU 好啊 我只有六字 我也覺得六字 應該 沒有約束 不 我要拿衣服 主題答案是 ADU是63% 首先 ADU是對的 而數字 所以你們兩個倒轉 就你們兩個都對 哎呀 ADU的女生是有74%的 大約4個女生對1個男生 請順序排列香港八間大學的QS世界大學排名 不算ADU的 就是計7間 你很清楚 師兄 我們已經準備好了 第一個是香港大學 第二個是香港中文大學 第三個是香港科技大學 第四個是 香港理工大學 第五個是 香港城市大學 第六個是 香港鎮梅大學 第七個是 沒有香港的 領南大學 答案是 對的 好耶 這個老章是什麼 其實很簡單 一向都是這樣的排名 下一題很簡單 你哪一位男的 對 Chill Up成員Anthony 曾經在中文大學 跟一個女生表白 在一個第三個 神經病 有沒有景點是什麼地方呢 不是那一陣子給你答的 喂喂 希望我有沒有記錯 不是 聽了十幾年了 神經病 我好像是這裡的 如果我記錯 你很搞笑 好天人合一體 好答案是 對的 你有沒有表白人都很成功 表白其實不是要猜 其實都是100%我才會說 好厲害 那總之你覺得100% 你都會選擇一個好意頭的地方 因為我們的速箭就是這裡隔 天人真的要隔 最後一條的必答題 2024年Drupas 中大入面競爭最經歷的科 是哪一科 A.MDBS 內外傳科 醫學士課程 D.日本研究 C.健康、體育、運動、科學、教育、學士課程 D.狐理學 特渣是要看學位的量 對 C是什麼 因為這個是出來教P 其實我覺得是AB的 我想問競爭激烈 就是放A1的科 放A 但出來就要解數 日本研究好像只有中大 是嗎 走哪裡 不要不要 我們B吧 有沒有感覺 1 2 3 B 日本研究 答案是 錯的 喂呀 你假起來 C.健康、體育、運動、科學 我剛才對C也很有感覺 問完中大就問 港大正跟最經歷的一科是什麼呢 A.內外傳科 醫學士課程 B.教育、學士 是比較熱入的 優教不是正常 是想試 她是按你 我真的不肯定 她真的有機會想錄進廣大 所以選了錢 也是的 這個就是我的想法 你問問她 你打電話問問 他 你打電話問問 A. A.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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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是B.又教 又教是14個人差一個位置 為什麼 因為收得少 重點是收得少 接著就是搶答題 精神 精神 首先你們要寫出來的答案 再舉手 先 先寫出來的答案 寫得快也很重要 答錯也不夠分 答錯也不夠分 很重要 你們要寫正確 舉例之後就不能改答案 第一條 2024年大學費是多少錢一年 有ABCD嗎 有ABCD 有ABCD嗎 對 我好緊張 我不會寫 OK 42100 對 有AB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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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條 全世界QS 世界大學排名 第一的大學是哪一間 舉 你們寫什麼 牛樽 錯的 應該是 會是麻省的 還是Kimbridge 是有傳名的 你 Kimbridge 錯的 答案是MIT麻省 對 第一題 通常考DSE數學科 就要拿計算機 那個計算機上面有個標籤 那標籤上面寫了什麼呢 不是 有的嗎 是嗎 你們寫了什麼 HKEAA approve 答案是 看你怎樣寫 點點點 對 這麼漂亮 因為我讀數 沒有的嗎 嘩 嘩 最後這一題 超難的 這麼突然嗎 噢 超難的 我多一會再舉手 古歌名 看看這首歌是什麼名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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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聽到 這個像Melody的首歌 不是 我覺得不是 應該不是 我有些記到 但我不太肯定 有 其實我們也不知道 對 給你們提示 四個字的名字 我們 有兩個字是聖誕 聖誕 聖誕 什麼聖誕 愈快聖誕 他唱了愈快 他唱了愈快 很厲害 這首歌是許古傑的《寂寞聖誕》 嘩 嘩 好害怕 這首歌是甚麼 《寂寞聖誕》 《寂寞聖誕》 答案是 對 這首歌是許古傑的《寂寞聖誕》 因為他剛才唱《寂寞聖誕》 他唱《寂寞聖誕》 難怪改歌名 很多時候都是靠《寂寞聖誕》 Jersey也是音樂人 嘩 這首新歌 咦 你怎麼了 不如你介紹這首新歌 這麼突然 嘩 我的新歌叫做《寂寞聖誕》 即是如果大家 例如《寂寞聖誕》很累 有時候很懶惰自己 會怪責自己 其實不需要 可能你只需要寂寞聖誕一下 讓自己休息一下 你就會有力量繼續走下去 這首歌出了之後 也有很多人跟我說 我緊張一下 但其實很多事情 你不給自己休息 你更加想不到出口 所以不用想那麼多 先休息一下 間絕性休眠一下 那你有沒有什麼說話 可以給今屆的DSE考生 如果快要放榜 相信你們現在的心情是很緊張的 但是無論怎樣也好 你緊張了那麼久 還有努力了那麼久的事情 很快就會知道 所以什麼情緒都好 盡情擁抱它 無論是快樂的 雙悲的 都照顧你身邊的朋友 因為不是就是你 所以大家照顧著大家 其實放榜這件事 現在好像很大件事 之後下去其實是很小事的 所以可以的 所有事情都會經過 照顧自己 照顧身邊的人 沒錯 如果大家太緊張 可以多聽幾次 簡潔性休眠 明天就可以睡覺了 哈哈哈哈 其他人呢 有沒有什麼鼓勵的說話 可以給你 那當然是DSE考生 DSE不是人生的最後一課 你還要漫漫長路 就算考虧了也好 其實也不要緊 最重要是找到自己想做的事 好像我一樣 我早就知道 其實我不是讀書的材料 所以我現在找到我的理想 找到我的目標 所以我個人覺得 實際行動的計劃都很重要 你要計劃定 你最好和最糟糕的案子 怎樣去做 譬如糟糕的你要怎樣去報名 可能要找多些資料 大家在放完榜之後 最重要是要記住去interview 想多年我就是因為錯過了interview 因為入不到我想入國科 所以我想提大家 一定要查email 一定要看著你的電話 千萬不要錯過任何一個interview 好實用 對 因為我自己也是一個過來人 不是一下子就入到大學 我覺得最重要是 你收到成績好和不好 都讓自己休息一下 可能先聽一下Jaze的新歌 真的 休息是為了走近長的路 香港有很多路進入大學 不只是你這份DSE完了 想法上是不要死顧顧 可能透過ASO HIDIP 其他東西都可以進入 所以不要覺得放榜出來的成績 就是這樣就定你一生 想了解多些方法 都可以DM問一下 我很樂意給大家意見 我明白你們當時的處境 一些苦況 給我衷心的加油給大家 有些什麼的話 跟你信得過的人聊 如果沒有什麼人 真的覺得你很信得過 很想跟他們聊 大家有什麼問題 不知如何選擇 或者有什麼感情的煩惱 都可以DM我們 DSE的感情 公佈分數還是自立去 這次是 打王 沒有人受懲罰 如果大家想下次Jaze 都上來一起玩的 就可以在下面留言 一人訂閱 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按LIKE 訂閱我們這麼多人的YouTube頻道 以及訂閱我們的Instagram 按鈕仔就不會錯 我們的影片更新 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 拜拜 各位校生 月報聆聽資料播放完畢 考試時間尚餘1小時15分鐘 請隨下聽筒 關上收音機 繼續作答 直至市場主任宣布 考試結束 太火了 警方充電